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将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根究于所谓的偶然原因, 认为如果当时大清军队中,但凡有一个负责人的将领,也不会败得这么惨。 在装备全面领先的情况下,大清却败得如此彻底, 甚至很多人将失败的矛头直指李鸿章和他掌握的北洋海军, 认为正是李鸿章的窃战,以及北洋水师战法的保守,而遗憾地输到战争。 但如果回到现实中,这种说法显然很难站得住脚。 实际上,在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当时的大清已经朽木, 在各项指标上输给了当时的日本, 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也预示着大清自救的洋务运动的破产。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将时间的指针调回到130年前,洋务运动和明智维新, 同样是失以长计以致疑,为何日本成功了,而当时的大清失败了。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智维新几乎同一时期进行, 两国都面临的都是外敌侵略,封建统治危机四伏情况,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志维新是清后期至清末时, 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失以长计以致疑的口号和目的, 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隔壁的日本明智维新, 是如何进行失以长计。 明智维新是至19世纪60年代末, 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 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智天皇建立新政府, 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经济上推行职产新业,学习欧美技术, 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 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开展教育等。 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 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但日本的明智维新并不彻底,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日本强大后, 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不同于大清在改革中仅仅是针对于科技和军事为主的洋务运动。 日本的明智维新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西式运动, 其主要的改革和发展分为几个大方向, 分别是教育上的文明开化, 经济上的职产新业和军事上的富国强兵。 在明智维新开始之后, 维新三节之一的慕护孝允, 就在智政府的建议书中提到了国民知识的进步, 是实现富国强兵和职产新业的基础, 只有明智得以开化, 才能为帝国提供更多的人才, 而这一举动得到了明智天皇的首肯, 定调了日本一直持续百年的教育立国国策。 慕护孝允提到, 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 日本绝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益, 唯在学与不学。 在教育领域, 日本相对于大清, 他们的诗仪更加普及和全面化。 1871年, 日本设立了文化省, 等同于我们现在的文化部, 统一统侠和管理教育事业, 而当时的大清, 依旧还在实行脱离时代的八股取材国策。 在国民普及教育方面, 日本的初级教育小学, 在明智维新初期的时候, 不过23%的入学率, 但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的初级教育全国普及度, 已经达到了97%。 换一句话说, 也就是当时的日本, 已经基本全面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 在更为实干的职业和专业学校技术领域上看, 日本在明智维新时期培养出了28000人的专业人才, 涉及金融、银行、农业、制造、纺织等领域。 而且为了鼓励地方办职业学校, 日本政府每年都要划拨15万日元, 用来开设职业学校。 高等教育领域, 日本则更偏向于引进西方的科学人才到学校任教。 这一点和大清差不多, 但和大清的拿来主义不同, 日本对于西方学者的教育更偏向于西学动用, 借此发展自己在科学理论上的实践成果, 摆脱对于西方的依赖。 日本在黑船事件之后, 被迫开放国门, 西方殖民者的进入虽然加剧了他们本国传统经济的溃败, 但也从另一方面为新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改革的土壤。 和隔壁的大清一样, 日本想要发展经济, 大规模办厂是一条捷径。 从明智维新开始, 日本就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始基建, 和现在的我们很像, 创办了各种的民间企业, 在明智期间, 广岛、明古屋、大阪和东京的棉纺织厂和钢铁厂, 快速得到了发展。 川崎、三菱和三井等一大批日后日本重工业的霸主, 先后在这段时间崛起。 除了民间的工厂之外, 针对日本的农业, 明智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各种试验田、 规范农场等政策。 在马镇和农镇上进行改革, 清华战争期间让我均垂涎三尺的东阳马品种, 就是马镇改革的产物。 工厂的新建带动了日本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工厂里面甚至出现了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女工, 带动就业的同时, 也为工厂在扩大提供科技劳动力的基础。 和大清不同的是, 日本的工厂和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扶持民间的企业, 甚至如长期造船厂和小板银矿等国营单位都承包给民间资本。 为了扶持这些民间资本, 日本每年都要划拨大量的资金进行补助, 比如明智政府对三菱企业的补贴就达到了800万日元, 而日本政府的这些扶持也为日本航运, 制造业等国产化, 为打破欧美垄断提供了助力。 在这方面领域也是很多历史学者喜欢拿来和当时的大清做对比的, 毕竟洋务运动的核心就在于此, 不过很遗憾, 虽然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建设没有大清洋务运动期间的表面成绩更光彩, 但日本的军事的改革则要比大清更为触底。 首先在国产化方面, 当年的大清和现在的狗大户很像, 反正有钱, 哪种好用来哪种? 前期海军学英国, 后面又转向德国, 武器装备都是靠买, 虽然国内也有自己的兵工厂, 但实际上更像是加工厂, 口径不一的武器也加大了清军的后勤补给压力, 这也是输掉甲武的一个战场因素。 而回过头看看日本的军事改革, 则是提出了兵器独立的口号, 对自己的四大兵工厂进行改革, 打造属于日本国产化的装备, 比如日本的村政步枪, 虽然差毛色一条街, 胜在武器适配性强, 而且自产化后可以制式装备。 在火炮方面, 比不上北洋清一色的克鲁伯大炮, 但大阪兵工厂生产的仿欧洲炮, 实际上已经迈入世界准一流行列。 除了武器装备之外, 日本在军事院校的建设上, 也是远超当时的大清, 在大清还在为安排留学生选择英国还是德国留学的时候, 日本的留学生们早已归国, 并带回了很多经验丰富的教官, 回日本军校任教。 这种引进的模式自然比大清的留学模式普及面更大。 家务战争前, 日本海陆军都成立了自己的军校, 在人才培养方面, 要胜过大清就是军人培养机制。 在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迅速上位, 击败了当时亚洲的一哥大清, 并非是什么大清清敌军臣昏庸的单方面结果。 而是当时的日本, 无论是在综合国力或者是十一场计上, 均已实现对大清的反超。 在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领域, 日本早已对西方先进的内容进行吸纳和吸收。 而且可笑的是, 当时的大清的满朝文武, 还以出尔小国来形容击败过他们的日本, 可谓悲哀。 但是,明治维新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场革命的主力军事、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终于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同时也使日本逐渐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 由于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的软弱, 下级武士、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 他们在改革中和新政权里占据主导地位, 这就决定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 革命后,日本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 而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 封建剥削方式依然存在, 这就决定了雷新后的日本对内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 对外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